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音时间是礼拜四早上的9点58分 跌15点 今天是开高22点 很快就杀下来了 昨天是拉尾盘嘛 对不对 昨天外资在一点过后 开始又作假 所以我说外资虽然在放假 可是在家里操盘 所以整天都 指数没有太大变化 到了零售盘前又把他急速拉高 那外资毕竟目前还是在假期啦 所以他也不可能订盘订的太久 所以今天一开高 马上又吐了回来 把昨天涨的几乎都吐回来了 这也是正常现象啦 昨天欧美股市的部分是假期 昨天是放假一天 今天晚上就开盘了 因为欧美他们的假期不像台湾说 放一个礼拜 放两个礼拜的年假 没有 他们就是假日当天一天 圣诞节放一天 过年放一天 他们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今天晚上欧美股市就恢复交易了 亚洲股市的部分 今天 南韩恢复交易了 目前在平盘 日本 日本本来就没有休市 昨天小跌 今天涨了102点 大陆股市昨天 也是持续有交易 新加坡昨天休市 今天恢复交易 目前小跌10点 那大陆股市今天是 涨0.2%跟0.1% 昨天也是小涨 今天也是小涨 所以 法人假期的味道 其实还是 蛮明显的 那今天台北股市目前小跌17点 跟法人有关的股票 今天相对都来得比较弱 你看昨天外资只买6亿而已 台子其进多单 才小增加90口 所以可见的外资的动作 确实是少了很多 所以只要是跟法人有关的法人股 今天变化都不大 台积电跌了一块半 没有法人在撑盘 这种大型圈子股 就会来得比较弱 那要大跌不容易 因为股票都在外资手里面 鸿寒目前也跌了0.2元 所以跟大家讲过 这个时候你不要再去追高 追高都是危险的 涨高的股票你要懂得逢高卖 你看嘉哲 只有起情网 今天落三块钱 先跌了三块钱 护身2X 目前是涨了0.1 是涨了0.08 刚才最多涨了1% 那其实护身2X 主要的买方还是外资跟自营商 散户做的还是比较少 你看他 刚传出千月的时候 外资跟自营商各买了10万帐进去 那最近外资在放价 所以都没有什么太太大变化 那指标正好拉回修正 等这个修正完之后还会再上 目前上阵深圳都已经过11月高点了 两倍涨跌幅的ETF 还离那么远 还离那么远 那大陆股市这个底部才刚要完成而已 你看上阵 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七八个月时间 七八个月时间 都在小幅盘局里面 等他指标修正完之后 平台一过 那才是长线多头的开始 所以大陆股市的部分务必要注意哦 台北股市的部分你要记得我所说的 涨高就不要再追了 瑞宜要注意哦 昨天外资还是继续加码瑞宜 虽然说外资在放价 昨天外资还是继续加码瑞宜 买了680张 目前法人持股已经高达75%了 所以几乎所有股票都在法人手里面 这个只要123的平台一过 瑞宜才刚好开始起涨而已 我前两天特别把瑞宜的 财务状况给大家看过 财务相当好 目前从过只有14天而已 微影也太高了 今天跌了两块钱 结果很多股票破洞都不当 茂林目前跌了一块半 茂林这一次 潮太高了啦 前三季只赚了一块六而已 股价炒到130去 这要小心哦 这个随时都会崩下来哦 那种业绩不够扎实的 股价炒太高的 都很危险在 茂林昨天大涨一天 今天稍微的缓和 昨天外资在放价 所以没有太大的动作 昨天主要是投信跟自行商买进的 昨天投信跟自行商买进了 838张 这个底部才刚完成而已 现在月线跟半年线 集合在220元 所以如果有来220元 也是一个买进的机会点 我从这里就开始讲了 113114我开始讲了 现在如果好好回来 220元附近可以注意 特斯拉股价飙半天了 庆丰富今天也大跌了 这本来就业绩很烂的 前三季获利只有 1块2而已 1块2炒到五几块钱去 难怪最近 一直跌 一直跌 联帽昨天大涨 可是联帽要注意 联帽业绩也是很差 今年前三季的业绩只有 3.8元而已 全年大概5块钱 5块钱是可以说是最近这 7.8年来最差的时候 就炒出去 7.8块股价涨到290 太贵了 这种股票随时都会回头 要小心 网农也是一样啊 网农今年业绩也是很差 目前股价78块钱 前三季EPS连1块钱都还不到 只有9毛钱而已 9毛钱股价80几 这个都是危险族群啊 下中股票 我都不介意大家操作 就像创意一样有没有 创意前三季才2块6而已 前三季才2块6 股价涨到290 后来是一路下来了 这还会在破底啊 所以你一定要找 基本面好的 股价相对在低档的 好 这样操作起来才能够安全安心 启邦昨天外资又继续加码 307张 这外资银行到90块钱去了 但你也不要说 外资说话你那么相信 该卖的时候还是要卖 因为启邦我也讲很久 而且从低档的路讲上来的 从出圈前就已经做了一波了 出圈前做了一波 出圈后又做了一波 这个都是赚钱的股票 自己要会卖才行 GIS今天被调高平等 所以股价稍微涨了一下 其实鸿海集团的股票 都还相对比较弱一点 记忆体均也蛮弱的 上银 被调价目标价 被调价目标价 你看月底会深 你看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是不是特别跟大家谈到 你货要出的去 钱要进的来 你才会发大财嘛 你如果库存过高货都出不去 那一定会降价 降价就要赔钱嘛 你看上银 就是这样的情况嘛 外资当时讲 最坏时间已经过了 我特别查了他的存货 重货长达6.2个月 值得重货7个月 全球传动重货6.6个月 所以跟大家讲千万不要去买 你看说完之后 上就一路下来了 那外资也很奇怪 在上礼拜 说最坏时期光已经过去了 然后跌下来之后 调价他的平等 就是这样啊 冰来冰去啊 你如果相信外资的话 那长期下来真的要吃亏啊 今天大部分都在平盘上下啦 好 除非股价涨比较高的 好 今天旁边上 比较大的亮点 2448晶电 今天晶电一开 就大涨了 目前成交量4万3千张 比昨天一万五千张 整整多了两倍出来 给人买菜 那今天为什么晶电会大涨 因为今天报纸又在讲 某国际大厂跟晶电合作 明年要开发 miniLED跟micronLED的应用 哦 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大家就开始追晶电了 晶电目前股价33.6 所以我刚刚特别去查了一下 晶电的财务状况 来跟大家报告 晶电 十二月的营收 哦 十一月的营收 十二点八亿 你知道他应收账款高达94个 94亿 应收账款94亿 应收账款的时间 长达七点三个月 哇 好恐怖啊 正常的应收账款应该在两个多月 三个月以后 拉长到三个月以后 代表钱就不好收了 晶电的应收账款 会畅达七点三个月 那这样的财务状况 你就不要追高了嘛 之前 因为价格很低 每股净值有42块钱 42块钱净值股价只有20块 真假嘛 那现在已经涨到三十几块钱了 虽然还是低于净值 可是营运持续在亏损 而且亏损有扩大的现象 前三季就已经两块三了 两块三全年应该会亏损到三块钱 比前两年亏损更严重 那种亏损扩大的公司 已经涨高就不要再追了 所以今天很多人在追金电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在股票投资的过程当中 真的要小心 不要单纯只是看报纸 然后就在追股票 那是很危险的 往往你的亏损 都是因为这样而建立起来的 追高 然后到最后又要杀低 那你不杀 越赔就越多 这就是负面的影响 千万不可以这样做 今天散热模组操纵双红 今天表现还不错 这修正一段时间之后又涨上来了 可是太高了啦 太高了 其他这次修正也修正还不够 只是时间够长 价格还不够低 操纵今年 前三季的EPS只有6.7 6.7全年大概应该会有 9块钱 明年应该能够赚一个股本啦 因为散热模组的题材确实是对的 那你以明年赚一个股本来看的话 现在股价285 本益比已经28倍 已经偏高了 已经偏高了 所以不要再去做过度的最高 等压回来之后 等压回来之后 至少回到半年线再说嘛 这就太高了 双红股价根本没下来 一直在200多 双红反而业绩是比较好的哦 今年EPS应该就会到达10块钱 明年大概会有12块钱 那现在北比也二十几倍啦 水中好公司 值得留意啦 可是不见得要逼自己去追高 追高到最后跑不掉 都很容易高档套了 华通目前跌了2.8% 也会起太高了 都会赚快的情况 都会起太高 环球金我昨天讲环球金又涨不出去了 有没有 矽晶圆金又开始下跌了 水灵的燕当乌鸦没关系啊 能够帮到你们才是最重要的哦 这行情要小心哦 即将进入第三部曲跟第四部曲 即将进入第三部曲 选前两礼拜 跟第四部曲选后一个月 这个都有大行情哦 某一堆管要买底部才可以 我有10档底部的肇事股 引接选举大行情 三部曲跟四部曲 跟我一起来布局这十档底部的基欧股 这个十档都会大涨 我们的负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我们下午见 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 应独立判断 省省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